韩国总统调警会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周二会晤 推动加强两国安全与防务合作 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会晤后两位领导人举行联合记者会 向媒体介绍贸易协定的签署情况 两国在经济领域中有巨大的尚未挖掘的合作潜力 我决心利用这种潜力 在将近五年的谈判后 这项协定将取消包括汽车和牛肉等重要商品的关税 两位领导人在朝鲜核问题上意见一致 朝鲜发展核武器不但将危及朝鲜半岛 而且要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国际所接受 近期周朝鲜发射了一系列火箭和弹道导弹 被认为是对每年春期韩美军事演习表示抗议 阿博特还就韩国协助搜寻马航失踪客机 向朴警惠表示感谢 深厉害 ettu 深压劲 身 感谢观看